练背的动作有哪些 练背的动作有哪些 哪些动作能够帮你非常好的找到练背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Mike 有一句话叫做新手练胸,老手练背 平时我们也是胸部练得多,背部练得少一点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练背的训练 总共需要有一些重力来对抗 然后我们撑的可以用俯卧撑,用自己的身体 但是背部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重力来对抗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徒手的动作可以帮你找到练背的感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可能最喜欢的一个帮你找到练背感觉的一个动作 这个需要用到一个道具,这是一条毛巾 你家里可以拿一条洗脸的毛巾也来试试看 动作非常简单 这个毛巾先把它折叠一下 如果比较长的话把它重起来 然后呢 这样握住 尽量把它拉紧 这个两个张开的动作非常重要 帮你找到拉背的感觉 然后我侧面示范一下 这个时候 曲宽 挺腰 这个时候呢 像是做一个毛巾划船的动作 拉直的情况下 往后 划船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后面背扩肌的收缩 两个肩胛骨像是要靠在一起一样 这个动作要领的是你一定要保持两个手的张力往往外尽量的拉 OK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帮你找到练背感觉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我在正面示范一下 一定要握住毛巾之后往两边拉 然后去宽 向前 位向下 是一个 就相当于很多人做的杠铃划船 只不过我们这里用毛巾来划船 可以在顶端停留一下 因为没有重物 你可以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尽量把肩胛骨向当中挤压 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找到练背的感觉 当然自重练背的动作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是用我们的Fitime GKDone的APP呢 你可以在里面自己组装自己喜欢的练背的动作 这里我稍微示范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怎样去创建自己的训练 OK 那我拿着我们的手机来示范一下 那现在呢 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来创建自己的练背的训练 练背的动作其实有很多很多 那我们打开我们的APP Fitime GKDone这个黄色的钻石的标记 打开之后呢 我首先是进入到的我自己的训练 如果要怎样创建自己的训练呢 我们点到这个训练页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上面有一个自定义训练这样一个功能 点进去 点击最上面的创建我的训练 比如说我说 背部 背部训练 那我这里可以自由地添加动作 比如说我可以找到身体部位 背部 刚才我做的是毛巾 俯身划船 我们做第一个 也可以做毛巾俯卧划船 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W型伸展 比如说我再做一个自重超人 在这里你可以选自己想要做的组速 OK 比如说我们就选这四个动作 我们保存 然后我可以选择循环几次 比如说我想循环三次 休息的时间 我想稍微休息短一点 把强度提高大一点 我们把它改成十秒钟 每一个都是十秒钟 全局动作 好 然后我们保存之后 这样就在我的训练下面 应该看到一个背部的训练 这个是我刚刚创建的背部训练 如果你想练背的话 到时候点开 开始训练 跟着后面做 就可以了 好吗 好 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我们闲同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爬楼梯是否可以用来代替跑步 算是有氧还是算是无氧 爬楼梯是非常好的训练 因为不需要去到外面去 哪怕下雨天在室内楼里面也可以爬 整体上算是一个有氧训练 可以用来代替跑步 爬楼梯的时候 你千万要注意的就是说 而且爬楼梯对于锻炼大腿的后侧 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你想锻炼臀部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有些人认为 可能认为爬楼梯伤膝盖 但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爬楼梯呢 其实对膝盖没有太多的冲击 特别是在上楼梯的时候 因为你是踩到楼梯上之后 在这样上去 不像跑步永远 有一个冲击的感觉 但是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稍微慢一点 好吗 今天前同学你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可以去试试看 组建你自己的背部训练 如果是你有好的训练 组建了之后 也可以在那里分享给你的朋友 OK 爬楼梯是非常好的有氧 那今天的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个有用的话呢 希望能够分享给你的朋友 更多的问题 如果想看更多的视频呢 可以在这个资讯 或者这条视频下面呢 进行留言 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会尽量用视频的方式 来给你做的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